也是在昨天7点44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ELSA01组B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该卫星主要用于对地质环境 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等进行有效的监测 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8次飞行